国民同学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中国经济进入2021年以来出现了很多的迹象 但是这些迹象和这些事件 一个说中国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都没有 全部都是坏的 而眼下又出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就是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流拍 什么意思 土地卖不出去了 开发商躺平了 他不敢拿地了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俗话说的好 春江水暖压闲之 那么这个经济 有些人非要等到说自己工作没了 老板给我开了 发不出工资了 才知道 哎呦大大临头了 早干嘛去了 这开发商躺平不拿地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前瞻性的事情 所以结合这个事情 结合一些其他的数据 结合一些其他的迹象 我的分析 中国经济目前的死结或者说死穴 已经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危机 关系着很多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危机 所以今天呢 咱们也不能空口无凭 我会带领大家从宏观逐渐向微观 我们来阐述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是我胡说八道 还是中国这个经济真的遇到了这样巨大的危机 老规矩我们还是先来看新闻啊 那么这个在上周呢 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城市 比如说像沈阳 杭州 合肥等等啊 这些地啊 出卖的这些地 批量的流拍 什么流拍 就是拍外 连药都没人 连底价都没人拍 这叫流拍啊 成批量的流拍 房企基本上就是这个集体躺平了啊 那么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从今年仅2021年6月份到7月份 中国的234线城市 已经有500个这种地块 500宗地块交易啊 集体流拍啊 而截止到这个今年的9月15号中午 杭州的第二批集中工地的这个 地块报名截止 其中又有9个地块 报名未达标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前流拍 人家不跟你玩了 好 新闻说完了 我们下面进入详细分析环节啊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房地产是中国龙头 是中国的火车头啊 非常重要 但是确实很重要 但是你不知道有多重要 很多人认为说 就算房地产不行了 我们这些人啊 房地产又不能吃 是不是 我们也能好好过日子 我们将来也会慢慢发展啊 我给你们看一张图 你看这张图 你就能更直观的说明 就是为什么 我说房地产不行了 结合一些迹象就能说 中国的经济出现死劫 出现死穴 为什么 我们来看图片 好 那么好 好 郝英文这是一个网络上的PS图片啊 但是非常的贴切 你看他走在前面的江湖大哥一样地位 就是房地产 号码一排四个小弟 设计银行装修混凝土 这都是非常巨大的产业 那您说的没错对吧 你这个盖房子你得设计吧 室内你得装修吧 买房子你得贷款吧 对不对 然后装修不用说了 混凝土建材就不用说了 你再往后看 买了房子你得有家具吧 你得有铝材 有钢材吧 这些东西全都少不了了 再往后 电梯 水电 灯具 消防 做漆 油漆的漆 做漆的 对吧 这整个做漆这个石化化工行业 再加上教育 电缆 广告 物业 土方 还有你买房子有电器 对吧 家电 洗衣机 什么什么木裂 窗帘 运输 家具 你结婚呢 婚庆 餐饮等等一些连锁 甚至最后面还有什么黄牛半镇等等 风水先生等等 这就属于大酱油的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看到这一长六的浩荡荡的人群 都能从最前面大摇大摆的 房地产大哥里边分一杯羹 你就想想这里边一些行业 包括叫中介 尤其是做这些房地产开发 包括一系列相关的钢材 冶金 你知道要会养活多少工人 养活多少张吃饭的嘴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口里边 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说法 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皮 注意听好了 不是房地产企业 或者是中国什么什么 一部分领域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皮 为什么叫皮呢 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皮之不存 毛将烟腹 你动物的皮长在身上 毛长在上面 中国经济这皮就是房地产 没有房地产 你上面一切的什么三产 来一包全是扯淡 全都没有 因为你下岗了 因为你没工作 你饭都吃不上 你跟我扯什么设计 装修 风水先生 都是玩蛋去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房地产的停滞 甚至倒退 或者说是崩溃 并不仅仅像很多人理解 说这个车停了 现在是一个上坡路 车头 你的动力来源停了之后 你的车不会原地停着 你的车会原地倒回去 摔到山沟里面去 这是我为什么说的 这个宏观层面的 这个凶险所在 好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微观 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坦白的讲 房地产 房地产 全世界不止中国 各个国家都有房地产 历史上也一直有房地产 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这么大问题 因为跟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 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说正常的一个房地产价格 应该是怎么样的 好 这块地 比如这个城市 北京 好 这块地 一块钱 一平米 那边说 不行 你这太便宜了 我出两块钱 小伙儿有钱 我出三块钱 最后最后 这地 到了一个价格 开发商一算 这地 十块钱一平米 咱们打比方 这真是不可能的 就是那么便宜 十块钱一平米 我买完了以后 我盖成楼 分成多少层 最后算上这个工 算上这个物料 算上费用 算上我的利润 算上我的时间成本 算上给银行贷款 我一系列算完以后 我这楼只要卖出一半 只要卖出三分之一 我就能回本 剩下就是我全赚的 那我就干 这个生意是这么做的 这是市场经济下 或者是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的 这么一个产物 那这个房价最终的决定权 看起来是在开发商手里 可实际上 房价的最终决定权 在老百姓手里 就是说 他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是一个宏观的概念 最后决定了开发商定多少钱 因为开发商要的是 我要把楼卖出去 那你说老百姓 东西都没钱的时候 你说这楼 这一套房 一百万 一百万 你卖十万我都买不起 玩蛋去爱去去 老百姓买不起 对吧 所以定价权实际上 看起来不在老百姓手里 实际上真的是在老百姓的 消费能力手里边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房地产 里边70%的成本 就是说来自于地价 就是咱们刚刚说的 这个土地拍卖 政府把这个地画出来 说这块地是作为地块 可以用来盖楼 好了 你们来买吧 这地的底价就非常高 所以导致了开发商 你这地 经济的皮 我地楼 我总得建在地面上 所以这地的成本是没办法躲开的 那么再加上它的工 算上它的料 算上它的利息等等 最后到了消费者手里边 房价卡就上去了 实际上这块地到底值多少钱 是市场决定的吗 不是 是政府直接定价的 我成本就这么多 不买滚 那开发商说有钱赚干嘛不买啊 你发现问题了 市场方面 经济决定的房屋价格 和中国目前的这种政府的土地财政造成的这种防战价格 为什么这么多年在中国一直能够运行下去 有句话说存在即合理 这个合理并不指的是它合乎天理 这个合理指的是它有自己的一套运行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由于改革开放一直在飞速增长 咱们来打一个形象比喻 我就拿手势来代替 我们按照市场情况 这个市场运行 好 运行在这个高位 在这个高位 这以下的楼房 来看我手势 这个以下的楼房 我都可以消费得起 以上的跳一跳够得着 再高了玩蛋去 够不着 中国经济在这个位置运行 那么好 按照市场位置 楼价差不多也就到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看中国现在的模式是这样 虽然房价在这 政府直接把地价卡一下 提到这了 但是问题是 中国经济由于改革开放 老百姓的承销成本还在这 承担成本还在这里 导致了虽然政府挣了70%的价格 但是老百姓依然支付得起 这是中国楼市过去 一直走到今天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就咱们前面说的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他掏得起 而老百姓为什么掏得起 是因为改革开放 是因为外资涌入 是因为 外国的邪恶的资本主义 他们的资本家 夹着尾巴的资本家 在中国开场子 给你中国提供就业 让你的工人能吃饱饭了 让你的工人吃饱饭了 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能够长大 就要结婚 结婚就要买房 自己也要买房 还有一系列的经济运转 才有人挣钱 才有利润 政府才有税收 才有今天的凡弱 可是现在呢 外资撤了 厂子关了 帝国主义资本家 夹着尾巴逃跑了 资本家拍拍屁股跑了 可留下的是中国 成百上千上万的失业工人 这些人他们的生活 没有着落 送外卖也不需要这么多人 所谓的灵活就业 根本养活不了这些人 所以你说怎么办 整个市场都在萎缩 不是只有房地产 而是整个行业 所有的360行 行行都在萎缩 说句题外话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不习惯 为什么呢 我买瓶可乐 最后那小片上 他给我写一个 要交一部分税 可是后来 随着我对美国社会的深入的了解 我发现 美国的税虽然看起来高 他收在明面上 而中国的税虽然看起来不多 甚至有老百姓 你这位子 你也没接触太多的税 除了个人所得税 这个公司拿到手了以后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税 是买东西也不跟你交税 但是中国的税收是隐性的 这最大的隐性隐在哪呢 其实就是隐在房子上 为什么 还是那个70%的地价 很多老百姓 中国家老百姓 一结婚 是吧 相亲问你 有房吗 你看还摆在车前面对不对 有房吗 好 你这辈子总得买一套房 我不管你买在12345678市 这个县 这个城市 不管你买在哪 你只要买在地上 这里边70%的钱 就是你给政府上的税 不夸张的说吧 对不对 这就是你这辈子上的税 所以你看看以北京的城市来算的话 北京的一套房 按照中国经济工资 未来一直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咱们说这也不通胀 就是这个情况下 北京一个普通年轻人 一辈子掏空他爸他妈 他岳父岳母 加上他媳妇 他也买不起一套房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房地产膨胀和畸形扭曲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老本性买不起房 那么谁买得起呢 那当然是中国那部分 真正的少部分人 20%人掌握80%的财富 而实际上在中国这个比例甚至更低 等会我会给大家列详细的数据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所以说同样一句俗话说得好 说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谁在光着屁股游泳 中国经济也是如此 当之前整个大量的红利 叫世界工厂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中国各方各面都是欣欣向荣 以至于把很多人都灌出毛病来 认为说中国的房市永远不会跌 就像我半年前给大家录这视频的时候 说中国房价要不行 要不行 大家不要买房的时候 就有多少人在下面怼我 对不对 你们可以去翻回去看一看当时他们这些人嘴脸 那真的是好家伙 现在这些文我想问问你们还好吗 你们是房子砸手里了吗 你们成为那个可悲的房奴了吗 别着急 后门还有继续 你看我给你推演下去你会发现中国的楼市 它最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刚才说了有些人光是屁股的游泳 没有错 中国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我们可以看一个表格 中国地方政府除了上海一直独秀以外 北京算是天子脚架 这个相对来说也还算OK 你往后看这些巨额负债的城市 包括这个省份 他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巨额负债 因为今年土地财政改革了 把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了 地方上的债务一下放大出来了 这一下这是个大雷 是没有炸在咱们普通老百姓民间的炸雷 而这个事情是炸在中共中央里面的 我相信中共的这些高层领导们 看到这份负债表的时候 但是他们比咱们肯定是先看 早了不知道多久先看到的 他们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因为都知道 下面人卖地私吞财富等等等等 都知道 谁也我估计打死他们 他们也没想到这个程度到这个地步 离开卖地的这个收入之后 亏空如此巨大 按说地方政府的这个收入开支 你的一切的这个用度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你省里边的企业 税收等等 这方面这应该是大头 包括外商投资 这是你的经济来源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地方省上有各种各样豪华的 比美国国会 比美国什么世界各国 那个都雄伟的办公大楼 那都是钱 如果说政府大楼的这个宏伟程度代表这个地区 咱不能说国家地区省份的经济发达程度 你会看到中国整个看起来都是欣欣向荣世界No.1 可真实情况的潮水退去了 土地财政不让你搞了 土地出出大金收归中央了之后 你再看地方全他妈光着屁股在游泳 离开土地出大金 出大金一个都活不下去 地方上的亏空如此巨大 这钱都哪去了 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其实他们也做出了一些的反应 试图踩急刹车 你比如说的中国自然资源部 他8月份据说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 据说闭门会议 那么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 说在这个会议上就提出来说 中国各地方政府你们卖这个房的时候 溢价不得超过15% 同时不得额外提高起拍价格 但是即便这样 现在结果出了8月份的事 现在结果出来了 大面积的流拍 开发商躺平了 所说的好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 赔钱的买卖没人做 那么现在开发商躺平了 为什么 没钱赚 我还赔钱 你这地价已经严格就是说白了 超出了市场的范围 房子现在中国尤其是三四线城市 大量的房子淤积 根本就买不出去 没有这么多人买 人口人口下滑 老龄化老龄化家具 在这种情况下 房市早就饱和的不能再饱和了 而在政策调控下 之前如果说我们说是政策调控 倒不是说是增长调控 就是中国经济保八保七 在这种增速的情况下 还可以把一切掩盖在政治控制下 不能让你们资本家玩命的追逐利润 你这楼盘要开售是吧 来来来 咱们聊一聊 你这个是吧 要为国家着想 你这个是吧 不能太过分等等等 总归中国政府是有一万种方法来调控楼架的 这在过去都行得通 但是现在潮水退了 经济增长 这是我以前说的那些问题 经济增长一旦停滞之后 各种矛盾全部凸显出来 所以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这事你怎么解决 我告诉你说无解 没有办法 因为你如果房地产 你任凭它这样自由落体的话 那么房地产倒了 其他的这些刚才们说了 龙头大哥后面的这些所有行业 全部要完蛋 这些人完蛋了 这些人没饭吃 这些人没饭吃 这些人没钱 没钱这些人的市场 包括等等的一系列庞大的链条 整个中国大部分人可能都要完蛋 除了农民可能种了一点地 如果没有政府征收的话 还能活下去 政府征收了 农民也活不下去 刚才我说了 说说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组数据 这是之前说北市大流传出来的 中国14亿人的收入实际分层 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个分层是按照倒序分 就是最穷的在最上面 你看到 月收入零的 就是没有收入的全国 有500多万人 这个人数算比 在以14亿来比的话 那不多 咱们往下看 每月收入零到500元 这个区间有2亿多人 这就不少了 占中国14亿人的7分之1 15%左右 然后500到800的 又是2亿多人 咱们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说收入在800块钱以下的 每月是4亿多人 然后800到1000的又是1.2亿人 1.24亿人 也就是说把这几个加上 2.16加2.02加1.24加上那500万 算起来的话 接近李克强说的6亿人 这是应该是5亿多人 月收入不足1000元 然后1000到1500是2.4亿 然后月收入1500到2000这个区间 有1.72亿人 刚才的5亿多加上这2.444加1.72加起来 9亿了 你没有听错 对 现在中国理论上14亿人里边 有9亿人月收入是2000元以下 他们的消费能力 你看看现在中国这个物价到什么程度了 2000元对于他们来说 够干嘛的 咱们再往后看 然后如果观众朋友们 你的月收入达到2000到3000元 那我恭喜你 你在中国已经处于那9亿人之外了 能够获得这个工资的 你的月收入是2.07亿人 站在很多人之上 再往上 你每月收入是3000到5000元 那么恭喜你 你又比更多人强了 因为在中国14亿人里边 你至少站在11亿人以上 这个人群有1.5亿人 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人口比例14亿左右的话 这个人数11%左右 也就是说咱们以为的说 月收入3000到5000勉强活着 这个不是勉强活着 你已经在中国属于前11%的范畴了 在我后看 那就是每月收入5000到1万的 这些人是6328万人 还不足一亿 然后再往上月收入1万到2万的 那恭喜你 你在全国只有784万人 那最后大于 每月月收入大于2万的 70万人 这部分人呢 那就是中国人尖上的人尖了 那换句话说 那么这些人他们在中国处于前0.05%这些人 而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看到那些晒吃的晒喝的晒穿的 他们处于中国金字塔极端顶尖的层次 大量的贫苦大众 咱们是看不见的 这是中国国内他们给出的数据 不是所谓的境外势力编转的 这是国内的数据 好 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告诉大家 你怎么改 楼市出现这个问题 你怎么改 只要改就有波动 只要改这里边 勉强还能糊口那些人 他就会吃不上饭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 已经脆弱到一个非常非常 难以形容的地步 我不能说一捅就破 可是也实在差不多 想弥补怎么弥补 很简单啊 让外资回来 让中国重新被世界接纳 可是现在做得到吗 中国现在战狼外交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情 早就已经把名声搞臭了 现在整个世界 你可以看到出来 这是咱们很多墙外的朋友 不妨来说一说 你身边人 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观念的改变 你就拿美国来说吧 以前美国有很多的 就是美国人 包括欧洲裔 他们让孩子 他们的孩子去学中文 他们觉得说 在大洋彼岸 有那样一个美好的 优美的 热情的 好客的 有教养的国家 他们说有那样一个国家 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 然后将来去那里 能够有一番作为 语言是桥梁嘛 对不对 现在呢 现在你再去问问 没有多少白人 在愿意自己的孩子 去学中文了 至少我身边没有 这是我自己所看到的 为什么 他们现在提起中国 有很多人都咬牙切齿 当然外国人是这样 跟很多中国国内粉红 想的不一样 就是说西方国家的人 基本上有个例 但大部分 他把中国和中国人分得很开 他们对于中国政府 是咬牙切齿 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人 只要你的个体 你不是粉红 你不是海外五毛党 基本上你三观正常 你跟他们交朋友什么 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就从舆论的转向 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中国还如何回到过去 所以说节目最后 咱们做一个总结 中国的房地产的未来 很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说 中国不是以前说吗 说这个资本家太万恶了 这牛奶 它倒掉 也不给老百姓喝 对吧 都知道经济学原理 你牛奶越降价 你的亏损越多 你倒不如宁愿把它烂掉 把它倒掉 也不要让它产品降价 这是一个经济学的 一个运作的一个实力 那么中国倒是不倒牛奶 但是人家炸房子更潇洒 中国现在各地有很多烂尾房 或者是有一些建的 基本都90%以上建好了 或者说这是 就是积压房吧 卖不出去的 直接被定向爆破掉 纷纷的 全炸掉了 炸的那就一个利索 整个全国即便是这样 依然有大量的空置房屋 供全国人民住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想这种情况 中国经济在回落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这些楼也通通被炸掉 就是硬稳房价 要么就是以后房屋 跟以前一样分房 很便宜很便宜 咱们分房 如果到那个时候 现在背着几十年房贷的这些房奴 就是我之前节目说过 最惨的那一批人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楼市作为一个家庭 财富翻身的渠道 已经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脱钩 而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的家庭将再也没有 像过去十年二十年 那样的一个财富 获得机会了 我今天把话撂这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眼下你们可以看 从你们看到我今天这期节目开始 后面中国的房地产大佬 包括甚至一些银行 一些金融机构 都开始将会纷纷爆雷 因为资金链断裂了 一个比如说恒大 它自己内部的资金链断裂的 而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恒大 或者不仅仅是资金链 企业内部资金链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行业和行业之间 政府和企业之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你比如中国一些人口大省 山东还有河南 这些人口大省已经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 之前搞的拆迁 之前搞的这些安置房 村民的祖坟也好 或者怎么样 这些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推土机已经给你推平了 甚至有些是中国强拆手段给你推平的 本来政府计划说 我把这个给你推了 我给你发一笔安置费 然后你去别的地方盖房子 不就完事了 或者你去别地方买房子 想的是挺好 但是赶上中国这两年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 谁也没想到 中国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 就180度 或者说中国直接的空中 这个什么什么前空翻 三百六十度七百二十度是吧 这这么转啊 谁都没想到转晕了 导致什么情况 政府政府发不出这个拆迁费了 为什么 本来说是给你拆 这个发的 我的前提是我的地得卖出去 我把地卖出去了 分你们一起来点 给你们想的挺好 结果现在 步子跨的太大 扯到了蛋 拉了跨了 百姓百姓 房子没了 钱到不了手 政府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地到手 它卖不出去 没有钱 所以税收税收补不上 地方财政窟窿补不上 给百姓的拆迁款也补不上 那么接下来百姓要闹事 还要维稳 这又是一笔开支 所以综上所述吧 现在中国尤其一些地方大手 给咱们看这个图片 负债最严重的省市 类似的事情在越来越多的上演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你们不信 说我这都胡说八道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未来的新闻 你一定会看到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好了 今天关于中国中国经济的问题 咱们就聊到这里 对于这些问题 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 认同不认同 欢迎大家点出你的观点 点出你的看法 哪怕你说我不对也没问题 希望你给出我详细的解释 我为什么不对一二三四 好吗 好了 大家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